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日本行程第二天 有安排跟日向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见面 但是整个会面的过程不开放给媒体拍摄 会后一张照片也都没有释出 而这背后的政治动作就让大家想到了 之前前行院长赖清德访日的时候 岸信夫是大大方方的跟他握手拍照 真的是差很大 那么柯文哲就解释了 2020总统大选前现在的时机变得很敏感了 对方不想要被解读为支持谁 那么他跟岸信夫虽然是好朋友 但是就克随主辩不要计较这些照片 自己还搬出了雍正哲学 说自己不争就是争 进到东京都厅市长柯文哲不忘在奥运宣传片前停下脚步 203两半衙运他好准备 来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顺便取经东奥经验 但见面过程不能公开 对方很低调 2020的东京奥运就是最好的摸斗 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们办完以后 所有那些资料到时候台湾跟你讨一份 和小池百合子面谈 北市府会后提供双方合照 但众议员岸信夫可是连一张照片都不能释出 当然每一个第一句都问说你要不要选总统 所以这种情形下人家也不愿意说 他去表态支持谁 就怕敏感时刻一张照片被放大截毒 但相较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上回访日 岸信夫大方合照桌上还摆着台制国旗 市长这位老朋友三年前大方握手 这回不能搬上台面聊吗 成熟的政治人物 不需要去抢一张照片干什么 我只会觉得负信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算一算 我跟他今天好像是第五次或第几次见面 不争才是争 争就是不争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要结婚一年想要冲这 搞得人家不方便 不去计较背后政治动作 柯文哲搬出雍正哲学 不争就是争 含义很深 不像去美中要准备考试 柯文哲这趟来日本 没因为几张照片坏了心情 记者吴宣刘俊 东京采访不到